我唱了他的奢求跟自由 他就让我在演艺圈有很好的口碑 那么他跟我碰面的时候 我们约在茶医馆 他就一看到我他就说 你会不会讲口白啊 我想这个人疯了 我当然会讲 我是演员了 后来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我很愿意讲口白 你可以写给我看 但是你也要写得有感情 我才讲得好 情愿笑着流过泪 不让生命荒芜 也许我们都该清醒 这样结束 我看从小姐先开始 好啊 好啊 我今天带来这首歌 我要先谢谢写这首歌给我的人 那么他是吴旭文 但是我在出道十年时候呢 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一个 十周年生日礼物 那么为什么他给我感触很深 我想前几年我出了一场很大的车祸 那么可以活下来 其实中间呢 距离到唱这首歌已经 好像有两张专辑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那么其实我里面 其实自己心里有很多的 心理建设也好 过渡期也好 然后都把所有的发泄的情绪 都埋在我的工作上面 那么特别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非常感动 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出车祸的时候 我大概住院两个礼拜吧 两个礼拜呢 我就赶紧赶快出院回家 那时候 受的伤全部都是骨头嘛 锁骨断啊 软骨断啊 脊髓骨撞到 脚骨撞到 然后呢外伤只有头部缝了几针 那也不知道老天爷眷顾我还是 还是真的给我什么样的大任 让我要这样活下来 所以我记得我出院 回到家的第一天 我就忍不住了 我在医院两个礼拜都没有哭过 我就开始 眼力真的用喷的你知道吗 但那时候我家是五六楼 那所有家人都在五楼这样看着我 然后不敢跟我讲话 怕他们随便问了一句话 我就可能情绪不好 或者又会哭 会痛 因为真的很痛 那个时候骨头 那么我就想这样子也不是办法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那时候最大的困扰就是 不能赚钱 不能上班 所以我就跟我家里面的人讲 从六楼传话到五楼说 你们给我三天时间 你让我在我的房间 我自己想一想我该怎么过 我该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在房间一关上门的时候 我平常不喜欢看镜子 我强迫我自己一定要面对镜子当中的那个我 因为那个时候念头很想 就是两个路嘛 一个就是就死掉好了嘛 因为我觉得现在死的话 我家人他现在很痛苦 可能我死 他再加一点痛而已 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承担 我不能继续养家的那种想法 那么第二个就是 好 老天爷也奇怪 他保持了我很好的外表 是不是表示我应该继续在演艺圈 继续在回馈社会 所以那时候想了三天 就在房间里面自己反正也吃不下 就是一直痛 那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 我应该庆幸我是活下来 而且在这么严重的一个车祸上面 然后外表还好好的 那我自己以前在演艺圈待这么久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做人要做得有意义 那么除了自己工作愉快之外 我一直很喜欢在私生活去 去关心别人 所以我想其实我找了半天的寻寻觅觅的路途 就是我一直在工作的地方 那在出车祸之前 我几乎每一年 年年做 年年想逃离这个环境 我觉得我自己个性不是很适合这个环境 我只是爱唱歌 爱演戏 所以经过那场车祸以后 我反而觉得有很大的一个体认 我非常庆幸 我这一辈子有幸身为艺人 我也很庆幸那场车祸没有让我死亡 那么也庆幸我自己可以开始跟我的病痛成为朋友 所以今天跟朋友们介绍这首庆幸 吴旭文帮你写这个歌的时候 其实吴旭文写这个 没有 我那时候跟他第一次碰面 也是这个进录音室唯一之前碰过一次 但之前我唱了他的奢求跟自由 他就让我在演艺圈有很好的口碑 那么他跟我碰面的时候 我们约在茶医馆 他就一看到我他就说 你会不会讲口白啊 我想这个人疯了 我当然会讲我是演员了 对不对 后来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我很愿意讲口白 你可以写给我看 当然你也要写得有感情我才讲得好 结果后来我们两人聊聊天以后 他就出国了 没多久就发现他在国外结婚了 我们就没有碰面那个时候 回来以后进录音室 我一听到他的音乐 我觉得艺人 尤其歌手唱到好歌 像刘伟仁 他自己会做这么多好歌 我们听的时候 就很感动更横跨自己可以唱到属于自己的歌曲 所以《庆幸》这首歌 我真的愿意跟朋友们分享 人生当中很多的喜怒哀乐 都只有我们自己可以享受 那我是觉得当艺人最棒的地方 就是我们必须学习 永远把最好的东西带在台上 承揭出来 对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想象 西施捧心是很漂亮的 因为唐纳痛的时候 他也还是可以很漂亮 谢谢 谢谢 庆幸 庆幸 谢谢 我不再听悲伤的歌了 我甚至常提醒自己 人是可以永远不老的 只要心不死 外表只是一种现象罢了 受伤破碎在所难免 只要我们在生命中 曾经有过一场交集 就不需刺刑了 曾经危险 哭红了眼睛 那是生命中最美麗的表情 总有一些不在乎或许是糊涂 就算错了也幸福口服 爱是一场不靠岸的旅途 也是上前最骄傲的礼物 我可以假装做永远不认输 也不怕最后是否能找到归宿 我宁愿只会在那些年那片段 还会追逐 期待旧情伤透随光影结束 爱不如欢欢喜喜梦醒去感触 有件生命在回头 爱恨都更清楚 至少我们拥有最完美的幸福 如果那时真的让爱留下来 也许现在只会变得更孤独 情愿笑着流过泪 不让生命荒芜 也许我们都该清醒这样结束 Shah! 乔薛不放肥 第一次的一是 然後我們就開始 最後沒有 這個節目 我不是要在這個節目 但是我不是在這個節目 但是我們在街上 我不是在畫面 這邊沒有 我不是在畫面 我不是在畫面 我们的工作上面去回馈给很多的群众 然后他们在工作上面 或者生活上有一些压力 其实看到我们就很开心 我觉得你应该出书帮助更多的人 对 我一直觉得 其实演艺圈我们每个人都是社工 我也是这样 常常这样觉得